奔跑吧少年第二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总决赛 8月9日至13日在横琴上演 来自全国超过40个城市的上万名青少年 将展开激烈的比拼 能拿个前五然后让自己的球技有进步就行 只要一无收获就好 也是想在场上经历的挥杂汗水然后去迎下比赛 参加这个比赛我很开心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都非常的敢打敢拼 我们才能进入这个总决赛 所以我很开心 作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献礼 本届赛事积极响应一赛两地的创新举措 通过团进团出政策 推动文化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加速打造秦澳区域成为全国青少年篮球文化的梦想乐园 明年我们总决赛 计划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加速推进 让每一个来恒情参加全国赛的冠军和冠亚军球队 能去澳门打一场比赛这样的一个小目标 也是我们能够积极响应一赛半两地 和响应恒情的旅游 秦澳旅游的政策来进行的一个努力的尝试 通过本届赛事 主办方也希望让篮球成为连接粤澳两地青少年的桥梁 不仅激发青少年对篮球运动的热爱 也可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更为深河区的文化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开辟新路径 注入新的活力